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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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趁着深夜 云旺然暗中探查先前发现的灯具 结果被印日提发现 为了不让秘密泄露 印日提亲自动手要处分他 双方立刻打了起来 趁此时机 卧底孤光流影也来到灯具前 发现了机关所在处 情报时期 印日提要捉拿云旺然 旺然不是对手 危急之时 一同围杀的杂鱼之一 竟然意外倒戈 杀向印日提 原来此人正是炸死的亭剪月 两人迅速连招 逼退印日提强招 同一时间 印日提把一血之源射入云旺然体内 云旺然身体立刻产生变异 情报18 云旺然身体产生变异 印日提要发出终结一招时 在远处高山观望的无相见 任孤云出手了 一招打散战场 亭剪月趁机带者 云旺然赶紧撤退 情报19 宇文金武离开九嫌岭回到霞蒙天下 之后众人讨论 宇文金武猜测谈无欲必定还有计划 表明要立刻铲除他 喉喉立刻反对 表达难道反对霞蒙之人就是阴谋家 云上却也发出赞同 宇文金武对此非常不爽 只好先暂停动手 情报20 宏兴不经意听到了宇文金武与傅作的谈话 了解到盘恒洞中的毒是他们所施放 更得知为了变强 宇文金武透过实验 吸取了御兽之力 宏兴之后前往当面询问 没想到父亲已经完全沉沦 在面对如此情况 宏兴失望独自离开 情报21 宇文金武独自思考 从自己身上没有出现印记推断 设计谭无欲的局 不是四月教所为 由此得知此局的幕后阴谋家正是北黄印 情报22 神道师三人返回的途中 神道师解释与谭无欲划清界线 是为了保护宏 但这个理由不被宏所接受 所以宏独自离去 要去证明谭无欲清白 正当道寂寞也要离开时 神道师却亦反常态翻脸 怀疑道寂寞不是本尊 要他以实力证明自己 面对神道师突如其来的异常态度 道寂寞将如何应对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情报23 平检阅带者云望然逃离四月教 来到途中 因云望然身中一血 突然身体变异 产生异常力量躁动 远处离开霞盟的红心 也被这个巨想吸引前来观看 失去理智的云望然 竟然朝向检阅进攻 危急之时 无相剑 任孤云再度出现 出手挡下攻击 面对已经失去自我的云望然 忍孤云是否将出手亲自结束他的生命 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情报24 应日提独自一个人 来到四月教登剧前 开启机关进入密室 解除阵法后 没想到早已身亡的寿禄济世 竟出现在眼前 从应日提独白了解到 原来他早知道寿禄济世就是应书落 而应书落更是四月教的圣女 究竟应日提有何阴谋 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享 那么以上是本次简易重点情报 再次做快速说明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和按赞加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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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人